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写一个楷书的年字 看一看 这样一个年字 这个年字应该说这是个最规范的写法 实际上还有很多种写法 大家如果经常读背帖 就会经常遇到一些其他种写法 我再把这个字再写慢一点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的规范写法就是这样写 大家注意 这个片没什么技术性 但是它位置要放得好 第一横是短的 第二横略长 左边一点 往上一带 挑起来 用横画最后的长横 填死 注意 这一竖笔是竖笔 看 不要快 一点点往下走 这样出现一个宣真术 年字呢 可以出现宣真 也可以出现垂鹿 这个是尖头的收 还是盾头的收 这二者都可以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个在笔法当中啊 欧阳寻对这竖笔的处理 有三种处理方法 一般的人呢 就是宣真和吹路 这两种 比如写年字 一般人写的时候呢 就是说 用吹路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 你看看 就是这样 下边是一个 粗头的 这样 用宣真呢 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 欧阳寻有时候 这种竖笔处理的时候 他比宣真呢 要粗一点 他比吹路 发生了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那边 第二个 somebody 适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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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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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注意 汉语中写法 就是有些人呢 在章草的当中 经常见到这个年字 所以金人写起来 这个年字的时候 常常带有点章草味道 就是最后的这一笔 前面差不多的 最后这一笔呢 用一个这个方法来收笔 带一个小的波折 这是章草的那种余味 大家知道一下 有的人很喜欢这样一些 这都无所谓 在金草当中和章草互相掺 也未尝不可 但是你千千万万注意 不要失去流畅 孙国廷讲 草书呢 就是贵于流畅 流而畅 所以大家注意 其实草书当中说 不能硬山歌林的 半道忽然间改变了节奏 不好 应该注意到 在楷书 兴书 草书当中 都要符合一个节奏当中 符合一个旋律 在这个当中写字 别人看着也舒服 你写着也舒服 当你自己写着舒服的时候 你才能出现好字 如果你写字的时候 被旁人看着你 非常的劳累 感到你非常辛苦 那肯定你自己也不成功 应该你写字的时候 给庞贝利一种美感 写这么好 而且这么自如 感到这么轻盈 如果感到你 非常的辛苦 劳累 而且你还是 皱眉瞪眼 浑身不自在 这肯定你不是在写字 你是在那里 跟自己过不去 に行太后 に行太后 ぜひ坚 weren't 幸福with于是 你 contrôle